MING PAO TO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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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終於完成了 究竟有甚麼令卡羅斯困擾那麼兇 現在才完成呢 今天來跟你說一說 Blake the Sun Version 其實如果一向有看到卡羅斯的影片 都不會覺得Blake這個平台陌生 因為我曾經拍過很多集的影片 關於如何使用這個平台 Blake究竟是甚麼呢 它是一個很容易讓你可以 將密聯網付出實行的一個平台 它在2014已經推出市場 當時說你只需用5分鐘 就可以建立你第一個IoT的APP 而所需要的東西也很簡單 用一部Smart Phone 加一個Arduino或者Note2MCU 等等的IoT hardware就可以了 所以當時在設定方面 亦都是用手機lock in 然後給電郵地址去註冊 就可以搞定了 但最近我來到新學校 想用舊教材再開這個project 我就發覺照舊lock in 是lock in不到的 而在畫面的下方 就叫你去下載新版本 還說明以後都不再 maintain和support舊版本 即是表示了 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 軟件版本update 而是它打算整個架構都改動 於是我就唯有下載新的APP 以及上網看看 新的Blake究竟有甚麼不同 當我詳細閱讀 Blake 2.0 的Document 之後 我知道Blake為了 跟它的商業夥伴接軌 在這幾年花了很多心思 去研究怎樣把IoT的平台 真的發展得更加完善 就這樣看文字 裡面真的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 而更加適合中小型公司 在商業上運用 而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這次的改動是非常之大 完全跟以前的舊版本 是不相似的 所以我們以前用舊版本所寫落的APP 都要一筆勾銷 雖然平台變得那麼大 我們所有東西都要重新做過 但是它在這個時間 這樣的變動法 一定有它很重要的理由 除非你以後不用 但如果你想繼續用 就必須要學習 所以卡學師今天就帶大家 一起來認識一下 新的Blake 2.0 既然都改動那麼多 我們不如抹掉過去重新學習 Blake 在它的主頁寫著 We make Internet of Things simple for your company and your clients 第一次用 我們按 Start Free 不用付錢 在這裡可以輸入電郵 以及註冊一個新的帳號 而我為了示範給大家看 一早已經註冊了 所以現在我 Lock In 而入到這個主畫面之後 我就知道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只是在手機上做設定 而在這個電腦的主頁 都要做一些設定的 你看到的第一版 就會叫你先下載手機的APPs 你可以選擇在IOS 或者Android 也相當於剛才在舊版本 提示你下載的新的Brink IoT APP 回到這個版面 大家可以先按左邊 這個Template的按鈕 在這裡會見到一個叫 Quick Start的Template 我們可以按它出來學習一下 在這個版本上 你可以看到 有Info Meta Data Data Streams Events Automations Web Dashboard 和Mobile Dashboard 7個Pulldown menu 特別留意一下 已經設定了4個Data Streams 由於呢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我也是想像以往那樣 試驗控制Note MCU上面的2顆LED 於是我就不用一個Quick Template 我是自己開一個新的Template 我把它改名為LED Test 然後選擇我將要用的Note MCU 也就是ESP8266 建立了新的Template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Web Dashboard 去建立自己的儀錶板 由於我們的目的只是開關兩顆LED 很簡單 就是把兩個Switch放在儀錶板上面 之後就是按個齒輪去設定每一個Switch 我將第一個Switch改名為LED D0 配合Note MCU原本的名稱 然後Create Data Streams 在這裡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就是Digital Pin 以前在手機版本我們一向都是選擇這個選項 但是當你選Digital Pin的時候 你會發現從0數到13 然後A0至A5 似乎這個設定更加像Arduino Uno 而不是Note MCU的設定 我又明白到 新的Blink 2.0和以往不同 是不會在裡面照顧每一塊不同的MCU的腳位 亦都是這樣的原因 在Blink 2.0的Document裡面 都是建議我們用Virtual Pin會好些 Virtual Pin這個概念 在以前都有 不過現在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我們現在選V0 就是一隻虛擬的腳位 至於這隻虛擬的V0腳位 能不能夠去驅動那顆D0的燈呢 就留待待在Arduino的程式裡面設定 我相信這個也是這次2.0的一個非常大的改動 然後我們設定第二顆的LED LED D4 同樣我們也是選擇Virtual Pin 叫做Virtual Pin虛擬腳位 其實Number就不重要 你可以選V0、V1、V2 隨便你 不過為了對應D0和D4 我現在就用了V0和V4兩個Virtual Pin 好了,一點都不難 兩個鍵已經設定好了 如果將來按鈕比較多 你還可以慢慢去砌這個Dashboard 這個時間你按一按過去Data Streams 你就會發覺多了兩個Data Streams 如果這刻你已經滿意你的飯本 就記住按Save去儲蓋這個飯本 經過儲存之後 你可以試用一下這兩個開關 繼續玩下去 你會發現Dashboard上面的按鈕 或者開關的顏色都是可以調校的 好了,現在我們按下左上角這個Icon 你會發覺是沒有Dewines 因為剛才我們安裝的只是飯本 所以這個時間我們按New Device 然後選選From Template 選擇剛才我們所創造的LED Test 這次你可以再試用一下 你會見到它說你的Device Offline 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未設定NOTEMCU 而在右上角你會見到三句Code 之後我們就要把它Copy 和貼到Arduino的Program 好了,接著就到Mobile App 即是手機那邊 剛才我們已經安裝了Blink IoT 一打開它,你會發現LED Test 已經在裡面了 這個也是Blink 2.0和以往的比較大的分別 就是電腦和手機兩方面都要設定這個Dashboard 但剛才電腦已經做了那麼多 所以相對來說,這裡是比較簡單的 又是收拾兩個按鈕 當你設定每個開關的時候 記得選選Select Data Stream 就自然會出現之前我們設定的LED D0和LED D4 接著又為開關改名 然後選擇Switch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第二個開關也是一樣的做法 完成設定後 同樣啦 Mobile Dashboard 亦都可以讓你任意去安排 既然只有兩個按鈕 我們就把它擔去畫面的中間 完成之後按左上角的按鈕 現在可以試用下兩個開關的 大家記住 我們在這一刻都還未連接NuketMCU 但是手機和電腦兩方面已經連結起來了 兩個Dashboard已經是同步 來到這裡我已經覺得 Blink這次的改動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實際教學的時候 先同步了兩個Dashboard 然後才教如何連結NuketMCU 我會覺得比較循序漸進 好了,現在拿回之前舊版本的 Adreno Program 出來 當時是直接驅動一個Digital PIN 所以程式只有這幾句 現在當然要修改一下 第一步就是把剛才Copy了的三句 貼在頂上 頭那兩句就是ID和Name 很明顯第三句 OPTOKEN 就要抄過來這裡設定Blink的授權碼 這裡 之後修改我房間裡的WiFi網名和密碼 之後就要加上最重要的這兩段 就是分別將V0和V4 兩個Virtual PIN 分別指向D0和D4 兩個Digital PIN 之後將電腦連結NuketMCU 準備上載 編譯和上載成功之後 大家不妨注意一下 在這個時候 NuketMCU 兩眼燈都會亮亮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的設定 D0和D4 原本是off 而因為這兩個LED 是pull up 所以off 反而會亮亮 這是我以前的影片 都有提及過的 好 我們現在正式來做個試驗 留意兩個Dashboard 和NuketMCU上面的D0和D4 的狀態都改變 就證明你是成功的 之後我只要找回以往的 在D0和D4引線出來 再去推動計電器 就自然可以控制大型電器 雖然為了適應新的Brain Key 比起舊版做了很多功夫 又要設置Template 又要設置Divines 又要搞手機的Dashboard 還要去Program Arduino 但綜合來說 我覺得要這樣的改動 都是你多以為的 因為現在使用我們傳統的手機 還可以用電腦上面的Dashboard 去控制我們的電器 而且我想發展下去 Data Stream 1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讓我發揮 好了,今天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老師 喜歡分享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按讚 和分享出去 拜拜